在新月楼侯卫东和小家的新房里 小家意味在侯卫东的怀里 幸福不已 仿佛幸福之门 似乎就这样打开了 今天吃了饭 你跟我回家 虽然你的工作没有解决 可是我们的房子都已经解决了 两年的时间 凭着你的努力 我们在沙州也有家了 老公 我想着你在上清林孤零零的办事场 我就想哭 我没有想到 我没有看错人 我的老公值得信赖 侯卫东用手挽着小家平滑纤细的腰身 充满着自信与幸福 陈庆荣和张远征吃了晚饭 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陈庆荣的眼睛跳了几下 哎呀我这心里慌慌的 总接着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别多想啊 肯定是昨晚没睡好 哎呀小家这孩子呀 脾气倔的很 他不愿意跟侯卫东分手 我们只有眼睁睁的看着 女儿事业顺利 她的婚事就成了母亲最操心的事 张远征劝着 小家这孩子心气高 他认定的事情啊 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跟你年轻是一样的 我们也别操太多的心了 儿孙自有儿孙福啊 侯卫东这小子不错 如果真能调回沙洲来 我们就别阻拦了 废话 我们又不是疯子 他要真能调回沙洲 我为什么要阻拦啊 陈庆荣心烦意乱 我们肠也要快不行了 如果下岗了我们怎么办 如果光靠着小家 那他的压力太大了 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 侯卫东和张小家 已经出现在了 居委会老大娘的眼前 小家大大方方地 挽着侯卫东的手臂 一边走一边招呼 呀爷 这是我的男朋友侯卫东 我阿姨好 这是我的男朋友 叫侯卫东 居委会的大娘们 兴致勃勃地 打量起这两个人了 等他们进了门洞 立刻激烈地议论起来 当侯卫东幽黑的脸孔 出现了陈庆荣和张远征的面前时 陈庆荣愣了好一会儿 才认出眼前的这个人 就是曾经令他头疼不已的侯卫东 侯卫东早就做好了 充分的思想准备 主动打着招呼 陈阿姨 张叔叔 你好 我是侯卫东啊 张远征已经有两年 没有见到侯卫东了 很难将两年前 那个文质彬彬的小伙子 与现在这个黑大汉 重合在一起 两年的时间 也磨去了陈庆荣太多的火气 他狠狠地瞪了小家一眼 进来吧 房间一切依旧 侯卫东至今仍然记得 当年他们两人 曾在立屋的门背后 悲壮地抚摸着的情景 故地重游 人依旧 物依旧 感情依旧 陈庆荣用严厉的目光 盯着侯卫东 单刀直入地问 九三年你曾经答应过我 用三年的时间调回沙洲 今天你到家里来 是不是说明 你已经调回沙洲了呢 侯卫东平静地摇着摇头 还没有 我还在益阳县 清临镇政府工作 不过 也算是回到了沙洲吧 陈庆荣两眼盯着侯卫东 也算是回到了沙洲 什么意思 侯卫东取出了一套钥匙 这是新月楼 一单元四零二十的钥匙 我跟小佳 已经在沙洲买了房子了 啊 新月楼的房子 张远征惊讶地问了一句 你们买得起 新月楼的房子 小佳自豪地说 爸 卫东在易阳的清临镇 开了十厂 赚了不少钱呢 我们都买了房子了 也准备装修 等装修完了就结婚 陈庆荣和张远征面面相去 新月楼的房子 在沙洲是最好的地段 目前的市场价格 已经超过了 每平米一千块钱 要买一套房子 至少得有十来万 加上装修的费用 至少也要十七八万 这笔钱 对于工薪阶层来说 基本上是一笔 无法支付的巨款 侯卫东两年的时间 能赚这么多钱 实在是出乎他们的预料 小家说 房子是今天拿到钥匙的 眼见为视耳听为虚 现在我们就去看房子 张远征脖子一昂 房子有什么好看的 我不去 陈庆荣迟疑了一下 暗自琢磨着 反对侯卫东和小家谈恋爱 是为了小家的幸福 如果这个侯卫东真的有钱了 就能给小家带来幸福了 那么还干嘛要反对他们呢 想通了这件事 他用眼神阻止了张远征 对女儿小家说 既然买了房子 当然是好事了 我们应该去看一看吧 侯卫东暗自高兴 陈庆荣和张远征 只要答应去看房子 这事情就成了一半了 一百三十平米的房子 那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活生生的证明着 侯卫东的勤劳聪明和实力 陈庆荣看着房子 心里想 小家真是运气好啊 工作好 对象虽然在意一样呢 可是有钱 将就的还行 陈庆荣和张远征 进了主卧 看侯卫东和小家 没有跟进来 张远征由衷地赞叹了一声 哎呀 哎呀 这个侯卫东还真是能干呢 这两年的时间 就赚了一大套房子呀 刚才我听小家说 他开市场啊 这开市场能赚这么多钱吗 他和陈庆荣都在企业工作 知道赚钱的辛苦 对于侯卫东取得的成就 比小家认识的要清楚得多 这个赞叹是发自内心的 陈庆荣站在房子内 半天说不出话来 老婆子 你看这事怎么办呢 他们连房子都买好了 这明摆的是要结婚嘛 哎呀 我们当父母的 那有什么办法呀 终究啊 还是降不过女儿啊 两个人走到客厅的时候 小家和侯卫东正牵着手 看着窗外的风景 一九九五年 沙洲已经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 站在窗口 四处都可以看到高高的塔调 陈庆荣的脸上露出了不经意的笑容 他走到侯卫东的身边 经过了两年的考验啊 我可以看得出来 你对小家是真心的 哎 我们当家长的 都希望儿女们过得幸福啊 以前的事情 你一定要正确理解啊 侯卫东和张小家都听懂了陈庆荣的意思 小家用脚踢了侯卫东一笑 侯卫东连忙说 哎呀 陈阿姨 张叔叔 你们放心 我向你们保证 一定会对小家好的 困扰了四人整整两年的心结 总算被解开了 下楼的时候 小家大大方方地牵着侯卫东的手 陈庆荣和张远征 装作没有看见 陈庆荣不放心地问 刚才听小家说起 你在青林镇开了时场 你是机关干部啊 怎么能开市场呢 我最初是和一位村主人合伙开的市场 用的是我妈的名字 随后呢 又自己开了一家狗杯湾市场 每个市场都有现场管理人员 我是当甩手老板 这两年啊 市场赚钱 主要是因为一阳在大阪交通 对碎市的需求量特别大 新修的沙一路通车以后啊 从一周到沙周啊 最多两个小时 张远征点着头 这几年各地啊 都在搞建设 搞建材啊 绝对亏不了 陈庆荣又问 那你在青林镇开启了时场 如果调回沙周 那时场怎么办呢 请人来管 总不如自己管呢 侯卫东实事求是的说 如果我调到沙周来 肯定要分一大块利润给管理人员 如果不调来 两地分局也不是办法 我正在考虑 更科学的管理办法 陈庆荣所在的工厂 面临着破产的风险 有不少老职工已经下岗了 下岗以后的生活 过得更是悲惨 有了这些切肤之痛 他的认识和两年前 已经不一样了 哎呀 既然市场能赚钱 那就多干几年嘛 别轻易放弃 现在公路修好了 来往也方便嘛 侯卫东的手机 此刻又响了起来 他取过手机 和交通局的朱冰 谈着事情 陈庆荣看着侯卫东 所用的新手机 直到价钱不菲 就趁小家和侯卫东 在前面拐弯的时候 悄悄地对张远征说 这手机至少一万块呢 加上房子有十几万 这侯卫东到底赚了多少钱啊 用钱这么潇洒 张远征心有同感 我们抽时间啊 到清林镇去暗访一次 看他究竟搞什么名堂 国庆节的沙洲之行 收获极大 陈庆荣和张远征 所筑起的心堤 终于被打开了一个大口子 侯卫东在张家吃了午饭 小家就理直气壮地 把他送到了一阳车站 情到浓时 时间就真如流水一样 猛然间就溜走了 小家伸出手指 在侯卫东的手心 画了一个圈 我画一个信给你啊 你带到上清林去 这一个小动作 这一瞬间 让侯卫东特别的感动 侯卫东坐着伊威克克车 回到了易亚 下车刚好是六点二十分 一下车就接到了 曾献刚的电话 疯子 你赶快坐出租车回来啊 今天这个羊蟒子 用猎枪打死了一头野猪 提了半片野猪肉到我家里来 我约了秦大江 唐桂园 还有杨饼杠 在家里喝酒 青林山多年不通公路 加上村民自古就靠山吃山 森林保护得很好 在身上野兔和野鸡是寻常事 可是野猪并不多见 曾献刚弄到了好东西 就约了几个好朋友来喝酒 侯卫东笑着说 我就算打车回来啊 也要八点钟才到 你们不要等我啊 半边野猪肉啊 你们一顿也吃不完 给我留点 明天再喝嘛 曾献刚大声的说 我们四个打麻将 你嫂子还在熬大骨汤呢 两个小时回来 正合适 侯卫东推辞不过 叫了出租车直奔上青林 出租车速度很快 从易阳到上青林尖山村 只花了两个小时 到了曾献刚家 前大江站起身 侯卫东 你要赔偿损失啊 为了等你 我输了一百四十块钱 曾献刚的老婆说 疯子啊 你快点啊 把秦书记和唐书记的肚子啊 都饿扁了 说着 他把野猪肉端了出来 蒸 炸 炉 炒炖 弄了满满一桌子 开饭前 曾献刚举起了酒杯 国庆节 我打了几条草鱼 想请大家来聚一聚 可是疯子没有回来 我也没有请大家 这第一杯酒呢 我要先敬疯子 侯卫东见曾献刚说得很郑重 也就不开玩笑了 曾大哥 你不要客气啊 修上青林的公路啊 从上青林的乡政府 到青林镇政府 说了多少年了 就是不见行动 这次如果没有你侯疯子坚持 恐怕还是休不起啊 没有这条路 也就没有我们上青林的 石场和煤矿 秦书记 唐书记 还有你 炳刚 你说 该不该敬疯子啊 秦大江唐桂园 杨炳刚也端起了酒杯 五个人就一起喝了 曾献刚的媳妇 也端了一个大杯子 侯大雪 我敬你一杯哦 刚才献刚说的是真心话 我一个辅导人家 不会说话 敬杯酒 表示心意 侯卫东举着酒杯 大家不要这么严肃好不好 也让我说一句好吗 如果不是咱们上青林的资源 如果不是各位大哥的支持 我这狗杯湾和风刚市场 你就办不起来 咱们认真工作 努力发财 享受生活 一起奔小康 等到曾献刚和侯卫东 敬了酒 一向沉默的唐桂园 也开始发话 风子 大江 献刚你们都开了市场 都发了财 我这个人胆子小 家里的自流山 明明就是一块厚石山 却怕担风险不敢开采 这是端起金碗 讨饭吃啊 明天 我也准备开家市场 怎么管理市场 还有以后的销路 就靠大家了 我在这里 先敬各位一杯酒 进来进去 一盆酒就这样喝光了 大家也兴致勃勃地 谈起了开市场的事情 曾献刚原本不想 给老婆说钱的事情 最后还是忍不住喜悦 把钱交给了老婆 他老婆一辈子 都没有见到过这么多钱 他觉得存在银行不保险 就把这十多万块钱 全部取了出来 米缸子里面放了两万 床下面放了两万 箱子里放了三万 还在墙上打了一个洞 里面放了十万 他神经兮兮的 把曾献刚 也弄得紧张起来 此时听大家谈食场 曾献刚的老婆 很幸福地玩起袖子 侯大学 新书记 唐书记 你慢慢吃 我再去烧个鱼 由于侯卫东在场 曾献刚的老婆 显得格外的热气 他心里知道 如果当初 不是侯卫东说服自己 他根本就没有胆子 将家里所有的钱 投入到食场中 事实证明 侯卫东 就是他们家的福星啊 这一顿酒 喝到了晚上十一点 才散火 他们几个凑在一起 多数时间 是在谈今后食场的发展 倒没有喝得太忙 几个人微微有一些酒意 打着电筒 各自回家 在曾献刚屋外的树林里 此时躲着五个年轻人 他们一直观察着屋里的动静 一个留着长发的年轻人 狠狠地骂着 这妈的 真香啊 另一个脸上带着伤疤的人 低声 而且凶狠地说 待会儿进去的时候 别打个啰嗦 男的敢反抗 直接捅了 他的话带着寒意 另外四个年轻人都怕他 不断地点头 酒席散去 主屋的灯也关了 曾献刚的老婆在厨房里 洗碗收拾着 带巴的人观察了好一会儿 从怀里取了一块煮熟的牛肉 牛肉里加了特殊的香料和麻药 专门用来吸引看愿的狗 这是当年在监狱里 一位老犯人交给他的绝活 等到小月安静以后 带巴人将牛肉扔进了院子 轻微想了一声 曾献刚已经睡熟了 并没有听见 他的老婆倒是听见了 喊了一句 是谁啊 他推醒了曾献刚 刚才我听见有声音来 曾献刚迷迷糊糊 狗没有叫 肯定是你听查了 狗吃掉了牛肉 走了几步 不声不响地倒在了地上 带巴的人把面罩戴上 挥了挥手 就戴着手下翻进了院子 这个人是一个窍门的老手 利索地开了门 五个人不声不响地摸到了屋里 曾献刚的老婆刚刚沉入梦乡 屋子里突然灯就亮了 他睁开眼睛 看到了五个蒙面的人 手里都提着明晃晃的刀子 其中有一个人恶狠狠地说 我们直接才不要命啊 把钱拿出来 如果敢喊 就杀掉你全家 曾献刚一睁开眼睛 一柄锋利的匕首正架在脖子上 他的冷汗哗得渗了出来 酒也被吓醒了 强自镇定 各位好汉 我们农村人家 能有几个钱啊 曾献刚的老婆 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势 在一旁瑟瑟发抖 戴八人呵呵地笑着声 你骗鬼啊 曾老板 把钱拿出来 留一条活命啊 两个年轻人四处翻着 不一会儿 从撬开的箱子里 将三万块钱拿了出来 一个人兴奋地喊 大哥 只有两三万呢 戴八人就拿着砍刀 对着曾献刚的老婆说 还有钱吗 拿出来 曾献刚老婆看见三万块钱 被强盗拿走了 心疼得要命 恐惧感 反而淡化了 我们就这三万块钱了 其他的都还债了 钱给你们 放到我们吧 戴八人很有经验 他感觉曾家还有钱 便用刀背拍了拍 曾献刚老婆的脸 我手势下啊 不拿出来 就断一只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当邪恶的声音刚刚说到八的时候 蒙面人举起了手中的长刀 对准了曾献刚老婆的左手 曾献刚急忙喊 哎呀米缸子里面还有 米缸子里面吗 戴八人得意地笑了起来 不要当青蛙嘛 踢脚跳一下 痛快点 全部拿出来 看着自己辛苦赚来的钱被人拿走 曾献刚的老婆忘记了恐惧破口大骂 你们这些人伤天害理 迟早要遭报应的 曾献刚彻底地清醒过来 他知道今天的事情绝对无法善聊 便对老婆说 好了不要闹了 破财免赛嘛 又对戴八人笑着说 哎呀这个床板底下还有一点呢 用尖刀顶着他的蒙面人 就伸手去摸床板 就在他弯腰的一瞬间 曾献刚猛的一拳打在了他的脸上 然后从床上翻身下来 顺手抡起左边的凳子 砸在了蒙面人的额头上 他还没有来得及砸第二下 只觉得腰上一疼 已经被人刺了一刀 此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了 曾献刚顾不得伤痛 抡起了凳子 砸向了戴八人 他砸中戴八人的时候 被刺中第二刀 曾献刚的老婆拼命地喊着救命 同时向身旁的蒙面人扑了过去 他一把扯掉了蒙面人的面罩 但是只觉得后脖子一疼 便捂着脖子倒在了地上 这一刀砍得极重 他根本就喊不出声来了 只能用手紧紧地捂着脖子 血越流越多 曾献刚是石匠出身 向来身体强壮 肌肉厚实 虽然被砍被刺了好几刀 鲜血支流 但还是支撑得住 特别是看到妻子被砍倒在地后 就发疯一样地挥动着凳子 他跳上床 盯着那位被撕掉面罩的年轻人 劈头盖脸的杂取 侯卫东回到了家里 打开电视 将电视搜索了一遍 找到了东边日出西边雨 便躺在床上漫不经心地看着 忽然 床前的坐机刺耳地响了起来 此时已经是凌晨一点钟了 这么晚打过来 让侯卫东 有一些纳闷和紧张 曾献刚的声音 清晰地传了过来 断断续续 说话犹如扯风箱一般 极为艰难 曾献刚的家里不久前刚刚装了电话 由于爱惜电话 曾献刚的老婆就用一块布 将电话盖得严严实实的 几个蒙面人根本就没有想到 他的家里会有电话 也就没有扯断电话线 这让身中束刀的曾献刚 有了报警和呼救的机会 侯卫东听到曾献刚的求救电话 就像触电一样 从床上跳着起来 他冲上四楼 猛敲习赵勇的大门 将习赵勇敲起来之后 习赵勇立刻转身 将手铐和高压紧棍 踢在了手里 老习 你去叫卫生院的人 我去把客车司机叫起来 侯卫东虽然慌乱 思路却很清晰 客车司机是一个胖子 早就睡觉了 被一阵猛烈的敲门声吵醒 火气冲天地开了门 是谁啊 搞什么名堂嘛 我明天早上还要出车呢 哎呀帮帮忙吧 尖山村的曾主人家里被抢了 他媳妇恐怕不行了 我们将卫生院的医生们送过去啊 胖子司机黑着脸 犹豫地说 我六点多钟还要出车呢 情况紧急啊 我给坐车的人说清楚 他们会理解的 侯卫东知道这客车是承包的 便从身上抓出了一大把钞票 那给你 这是明天的补偿 快点出车吧 胖子司机把钱放进口袋 转身穿上了鞋和衣服 侯卫东又跑到了高长江的房间里 把他也从床上敲了起来 大家的动作都很迅速 从接到电话到开客车到曾县刚家 不超过半个小时 大家刚走进大门 就闻到了浓烈的血腥味 侯卫东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 习赵勇走在最前面 喊着 大家不要乱动 也不要乱走 不要乱摸 不要破坏现场 说着他用手电筒照了一下里面的情景 戴上了手套 摸到门前的灯锁 将电灯打开 众人都被里面的惨象惊呆了 他们站在门口 只见曾县刚浑身是血地跪在床前 电话的话筒掉在一边 而他的老婆 仰面朝天躺在地上 血水流了一大滩 习赵勇还算震惊 把手机给我 他接过侯卫东递过来的手机 拨通了公安局值班师的电话 喂 我是清林派出所的习赵勇啊 清林镇上清林尖山村的曾县刚家里 发生了入室杀人案 向卫生院的医生 就进来检查两个人的情况 侯卫东在门外焦急地问道 李院长啊 情况怎么样 李院长检查了一遍 脸色极为沉重 曾县刚还有呼吸 他老婆完了 向卫生院的李院长 拨通了县医院陈院长的家庭电话 将事情讲了一遍 着重强调着 陈院长 难得还有救啊 赶快派救护车过来 三个多小时之后 公安局的警车到达了曾县刚的家 又过了二十分钟 救护车也来了 经检验 曾县刚的老婆被砍开了喉咙 当场死亡 曾县刚身中酒刀 已经陷入了深度昏迷 县医院的急救医生 给他带上了氧气罩 开着车直奔医院 知书唐桂员带了一些钱 跟着救护车 也一同去了县医院 县刑警大队和闻讯而来的 清临派出所的民警 开始了侦破工作 他们在院子外面 拉出了警戒线 将大灯打开 开始收集指纹 提取其他相关的证据 一位三十来岁的黑兽警察 将侯卫东带到了唐屋 开始进行询问 等到所有的工作做完以后 天边已经有一丝亮线了 尖山村的妇女主任 张罗了一大盆面条 十几个警察们 就坐在院子里 稀里哗啦地吃面条 半夜从被窝里爬出来 又忙了几个小时 这些警察们 也着实是又累又饿 曾家被抢的消息不静而走 上百名尖山村的村民 就站在警戒线外面 探头探脑地看着屋子里面 上青林民风强悍 交通不便 村民普遍贫穷 很少有人流窜过来 因而刑事案件极少 这等入室抢劫杀人的案子 更是十几年都没有发生过 侯卫东失神地看着 这些指指点点的村民 他满脑子都是曾献刚 和他老婆的英容笑貌 一位瘦高的便衣警察 断着面丸走到了侯卫东的身边 你昨晚在这里吃饭啊 讲讲情况 侯卫东就将事情的经过 原原本本地复述了一遍 瘦高各招了招手 将秦刚抓到了身边 肯定地说 从勘察的情况来看 这是一次有预谋的 入室杀人案 性质十分恶劣 曾献刚平时得罪什么人没有 秦刚满脸地写思 张局 曾献刚是村委会的主任 群众关系不错 我认为啊 这就是一起抢劫杀人案 这个曾献刚刚开了两个市场 最近赚了不少钱 你看 还按了空调 这个瘦高个儿是公安分局 分管刑侦的张副局长 他把面网放在地上 我的感觉啊 就是抢劫杀人 这是案件的侦破方向 但愿这个曾献刚不要死啊 他要是还活着 就能够提供更多的线索了 问完了材料 侯伟东就拖着疲惫的双腿 回到了乡政府的小院 小院子里已经站满了人 看到侯伟东和高乡长回来 赶紧围了上来 迟名的老公田大刀也开着市场 因此 迟名很敏感地问 凤子 情况怎么样吗 是怎么回事啊 和伟东神情暗淡 公安局来人了 正在查案子呢 高长江看着院子里 许多厂镇的居民 就大声地说 大家都回去吧 回去吧 出了事情啊 自然有公安局来破案 你们啊 也不要瞎猜啊 回去吧 旁边的田秀颖酸溜溜地说 这事情明摆着的嘛 这些人啊 就是抢钱 还说我们这些穷人好 没有人惦记 晚上啊 还算睡个安稳觉 钱这个东西 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是明显的幸灾乐祸 田秀颖的大圆脸 就如同一只大绿头苍蝇 说不出的恶心 侯伟东心情恶劣 盯了他一眼 如果眼光可以变成 苍蝇拍的话 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拍下去 把他打个稀来 池明追到了楼梯口 哎 疯子 大刀和习赵勇 怎么还没回来啊 侯伟东叮嘱着 他们两个到排出所去了 这几天呢 你也要小心一点啊 这些人是来抢钱的 心狠手辣 要防着点 那 那院子的门锁坏了 我赶紧找人要修好 回到小房门 侯伟东把门关上 顺手还将房门反锁了 他在屋子里转了几圈 脑海中始终摆脱不了 增线钢房间里的残景 血腥味似乎仍在空中漂浮 也不知呆坐了多久 侯伟东就从箱子里 取出了三本存折 这三本存折 可是他经营市场的重要成果呀 现在如何保管这三张折子 倒难倒了侯伟东 床下面显然不安全 箱子里更是强盗的目标 放在灯具里呢 又怕被引燃 放在桌子下面吧 怕被老鼠叼走 寻遍房间的所有角落 竟然容不下这三本薄薄的存折 想来想去 侯伟东决定在一阳买一套房子 将这些存折 放在暗有专门的防盗门 和防盗网的房间里 他还打算在装房子的时候 留一个暗格 专门用来放存折 惊魂烧定 习赵勇和田大刀 就从清林镇派出所 回到了小院子 高长江和侯伟东 来到了习赵勇家中 习赵勇简短的说 刚才啊 派出所开了案情分析会 具体情况我就不说了 一句话 这伙人是冲着石厂老板来的 在这个院子里呢 我 疯子 大刀 都是目标 所以啊 先所长吩咐我们提高警惕 不能再出事了 高长江可是老清理了 但是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么惨烈的案子 大家都要注意了啊 以后把规矩定好 晚上十点钟就关大门 还有这栋房子的底楼是办公室 二楼以上是住家户 我们在二楼的入口啊 焊一道铁门 这样就安全一些 侯伟东点头硬核着 高相让这个方案好 焊铁门的钱 还有加固院子的钱 我来出 习赵永又建议道 在楼上再喂一条狼狗吧 如果有人想敲门 狼狗就会报警 他想起增加倍麻烦的狼狗 又说把狗放在二楼 有铁门拦着 这些人呢 没有办法给狼狗喂药 商议的这些详尽的方案 众人这才放下心来 下午 侯卫东稍稍 睡了一会儿 就坐了一辆货车 到益阳县医院 去看望曾献刚 曾献刚实在是命大 身中九刀 一只眼珠被砍爆 肠子也被刺成了几段 但是 竟然奇迹般的 没有被刺中要害部位 最危险的一刀 是擦着心脏刺进去的 经过紧急抢救 曾献刚从死亡线上 被拉了回来 侯卫东去看他的时候 他已经被包成了粽子 正在床上昏睡 曾献刚的哥哥曾献利 是转业军人 在益阳供销社工作 他在医院里照顾曾献刚 侯卫东离开的时候 将曾献利叫到了一遍 大哥 我叫侯卫东 和曾献刚合办了一个市场 我从市场提了一万块钱 你先拿着给他致命 这是我的手机号 有什么事情就联系我 曾献利感慨地说 哎 你说这赚了几个钱 自己瞎了一只眼 又将弟妹的命弄丢了 真是不值得呀 发完感慨 又问侯卫东 他这次被抢了多少钱呢 不知道 那 他到底赚了多少钱 我也不知道 离开医院 侯卫东的心里堵得慌 一个人在益阳的 大街小巷里赚来赚去 他突然很想找人倾诉 可是回想起来 生活了六年的益阳城 真正能倾诉的对象 却寥寥无几啊 这段时间 他接触最多的是 交通局的朱冰 刘维 梁碧发等人 可是这几个人 是生意场上的朋友 并不适合 将最软弱的一面 暴露给他们 侯卫东不禁感慨着 朋友千千万 知音无疑人呐 经过汽车站的时候 他突然想到了段英 在益阳城 真正能谈些知心话的 似乎也只有刘坤的女朋友 段英了 可是现在的段英 已经是人家刘坤的女朋友了 以前的暧昧 也都成了过去 侯卫东就站在汽车站前的人行道 发了呆 忽然 背后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 侯卫东像触电一样转过身 侯卫东 你怎么一个人站在这儿啊 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啊 段英身穿一件紫色的风衣 出现在身后 侯卫东看清楚是段英 你怎么神不知鬼不觉的 吓了我一跳 一夜未眠 他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胡子也长得飞快 看上去颇为憔悴 段英关心地问 怎么了 你怎么这么憔悴啊 走 找个地方吧 我请你吃饭 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也难尽 你找个地方 我想找人说说话 现在才四点 吃饭还早呢 我知道一个茶室很安静 我请你喝茶吧 这是一个优雅的茶室 进了茶室 一个穿糖装的女孩子 泡了一壶铁观音 就退了出去 背景音乐是隐约的鼓针 鼓针如风 慢慢地吹动着竹林 品茶 听音乐 侯卫东就将昨夜的案子 给段英讲了 段英听得花容失色 手指捏得紧紧的 你 你也要注意啊 别让别人给盯上了 放心吧 我们已经采取了安全措施了 侯卫东讲出了心里的话 也就完全放松下来 他打量了一下段英 笑了笑 段英就摸了摸自己的脸 你笑什么呀 我脸上脏吗 啊 我觉得啊 你还真是个干记者的材料啊 我看了报纸上你写的文章 写的挺好的 嗯 段英性质原本颇高 听了这句话 反而没有了笑脸 悠悠地说 鞋子合不合适 只有自己才知道 侯卫东觉得他话中有话 怎么了 嗯 段英沉默了好一会儿 这事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从捐防厂调到报社吧 是刘叔叔帮的忙 我也很感谢他 只是刘坤的妈妈 整天把这事挂在嘴上 就像救世主一样 真的很烦 其实还有一点 那就是刘坤实在不是他心目中的理想爱人 但是这一点 他无法说出口 侯卫东以前也见过刘坤的父母 当时还给他们取了一个黑白双煞的绰号 如今段英到了刘家 想必与这白煞相处得不是很愉快 哎 看来做人还是要靠自己啊 否则就抬不起头 侯卫东 我要早知道市场赚钱 我就不到报社来了 我也去上清临开一个市场 怎么样 哎呀 别瞎说了 开市场都是我们粗汉子干的事 你干不了这事 什么事都是人做的 我又不怕吃苦 这一壶茶 两个人喝了一个多小时 谈谈天说说地 心情都好了不少 分手以后 侯卫东按照老习惯 到沙州学院招待所住宿 办完手续又没了睡意 便准备到学院去转一转 走了不远 就到了学院张贴兰 平时他是不看这个张贴兰的 今天却无意看了一眼 就看见上面有一张卖房启示 自从曾县刚出事之后 侯卫东就想在益阳县买一套房子 平时进城也就有了落脚的地方 又可以存放一些重要的物件 无意中看见这则卖房启示 他便走过去细细地看了起来 启示的最后一句话很特别 此房价钱超出市场价 无承受能力者请勿造访 从启示来看 这是一套位于沙州学院西区的住房 西区的风景很美很优雅 很适合侯卫东的胃口 特别是最后一句话 更增添了他的兴趣 于是他记下了门牌号码 又在学院里转了一圈 这才回到了招待所 第二天一早 他就来到了西区临近湖边的 一栋隐蔽在树林里的小楼 敲开四楼大门 一个白头发的老人探出头来 你找谁啊 老人是财快系的刘教授 在学院很有名气 侯卫东马上礼貌地说 刘老师 我看到张贴兰的卖房启示 请问 这房子是您的要卖吗 刘教授看到买房人这么年轻 是啊 我要卖啊 你买吗 我这房子的价钱可不低啊 你认识我 刘老师 我是学院政法系毕业的 在一阳县青林镇政府工作 所以想买一套房子 看着刘教授狐疑的目光 侯卫东马上又报了系主任 和一些任客老师的大名 刘教授这才露出了笑容 哎 这可是个好房子呀 我要给他找一个好人家 所以啊 我问得详细一点嘛 刘老师 我记得学校的房子 大多都是福利分房啊 并不是商品房 这房子 有房产证和土地证吗 哎 来来来 进屋再说 刘教授的屋子里乱七八糟的 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书多 桌子上地上 散落了许多大舖 还有一些家具 也搬离了原位 侯卫东离开学校以后 就很少在人家里 看到这么多书了 在青林镇 唯一有书架的 就是宿明副镇长了 可是 与刘教授相比 那就是小屋见大屋了 刘教授进到房间 拿出了房产证和土地证 哎 你看看 放心吧 这楼房啊 是全产权的房子 啊 为什么是全产权的房子呢 原因有一些复杂 我用不着多说 啊 一切以产权证为主 你先看一看 侯卫东接过房产证和土地证 仔细地看了一遍 还给了刘教授 那 这房子你要卖多少钱呢 刘教授用两根指头比划着 十万 不讲价 侯卫东算了算 这房子只有八十个平方啊 每平方米超过一千块钱了 这价钱就是在沙州 也算是高价了 哎 这个价钱呢 自然有它的道理 刘教授办事非常认真 他带着侯卫东走到了窗边 你看 这房子依山傍水啊 站在窗边可以看到湖水 你在朝西看 那是一大片林子 如果不是因为我要回西安 与家人团聚 我还真舍不得卖这个房子呢 说着他还强调 我觉得这房子啊 值十万 我要是卖便宜了呀 我对不起这个老伙计啊 侯卫东的心里着实喜欢这个房子 他四处看了看 痛快地说 好 那明天我就取钱过来 咱们就把手续办了 刘教授高兴地说 我还有两天才能办好托运呢 后天你过来吧 啊 我们去办手续 就在侯卫东要出门的时候 刘教授惊奇地问 看你的年龄 毕业没有几年啊 怎么有这么多钱啊 侯卫东微微一笑 现在是商品经纪了吗 我家里有人在做生意 赚了点钱 第三天 侯卫东就带着钱 来到了刘教授家里 此时房间已经搬云已空 打扫得干干净净 刘教授将侯卫东带到了阳台 阳台上有两个盆景 侯卫东也叫不出名字 只是觉得特别的苍近 刘教授指着盆景 这两个盆景啊 是一对 叫做株莲碧盒 我养了他们十年了 可惜啊 他们不适应西安的气候 我特意留下来 希望你能好好养他们 夏天呢 要多浇水 哎呀 刘老师 我在庆林镇政府工作 平时不会经常回来的 没关系 我平常也常出差 不在家的时候啊 就由郭教授帮着浇水 你看 这两个阳台啊 相距很近 他站在隔壁的阳台啊 用长柄的水壶 就能直接浇到他 侯卫东这才注意到 这栋楼与普通的房子不一样 两家阳台的距离不足一米 从对面完全可以帮着浇水 交代完戏物 两个人就准备去办理过户手续 出门之时 刘教授敲开了邻居的门 侯卫东和卖房子的刘教授 交代完戏物 两个人就准备去办理过户手续 出门之时 刘教授敲开了邻居的门 老郭啊 我这房子卖了 这是小猴 是沙州学院政法系的毕业生 他以后啊 就是你的邻居了 郭教授个子不高 头发梳得很整齐 穿了一件运动装 显得很精神 他感慨地说 老刘啊 我们都住了十年了 舍不得你啊 你什么时候走啊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什么时候有空啊 你就到西安来找我嘛 还有啊 你家丫头办喜酒的时候 一定要通知我 如果不通知我 我就打电话来骂你 两个人就站在一起 说一些分手的话 侯卫东安静地站在一旁等着 这个时候 从楼梯上又下了一个人 很有一些气派 他老远就伸出手 紧紧地握着 刘教授的手不放 有节奏地上下摆动了一会儿 刘老师 段院长昨天刚回来 我们中午啊 学院班子集体给您践行 就在会壁楼 这个人正是学院的副院长 纪道林 哎呀 纪院长 谢谢你啊 刘老师 您别这么叫我 你就叫我小季啊 副院长纪道林 曾经是刘教授的学生 留校之后 迅速成为了刘教授的领导 而且是一位很得人心的领导 刘教授感叹着 小季啊 学院和一般行政机关不一样 教授们才是最宝贵的财富啊 这几年你做得很好 房子票子位子 都向我们这儿清洗 我其实不想走 却不得不走啊 只是希望 纪院长 继续保持这种做法 这样的话 沙州学院的地位 一定会迅速提高的 他们几个谈了几句 侯卫东就趁机招呼道 纪院长你好啊 虽然毕业已经两年了 纪道林还是一口就叫出了侯卫东的名字 侯卫东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哎 纪院长啊 是他买了我的房子呀 这一栋楼住的全部都是学院的老师 当初刘教授准备卖房子的时候 老师们还担心会住进来一些不三不四的家庭 纪道林见是侯卫东来买房子 便放下心来 听说侯卫东曾经是学校的优秀学生干部 郭教授更是放下心来 心里琢磨着 既然是纪道林认识的学生干部 看来也是个不错的人啊 办完了所有的手续 侯卫东就拿到了房产证 国土证和钥匙 楼房打扫得很干净 设施也很齐全 侯卫东一不做二不修 就在县城里买了全套的家具和电视 VCD 空调 电冰箱等等 半天的时间 室内又重新布置起来 房款加上家具 花了十三万 一扬的这一个新家 也就有模有样了 重新办理了水电器 闭路等手续以后 也就是一个功能齐全的小家了 在新家里 侯卫东亲自动手 在墙壁上取出了两块砖头 做了一个暗格 专门存放 存折 合同等贵重物品 暗格做好 恢复如初 居然看不出一点破绽 侯卫东为此得意了许久 就在布置新家的同时 侯卫东也天天朝医院跑 曾显刚伤得极重 全靠他身体强壮 才熬了过来 在第三天的时候 曾显刚终于睁开了他的毒眼 得知妻子已死 眼睛也废了一只 他咬着床单 痛哭了一场 然后一整天也没有说话 出事的那天 曾显刚的儿子 刚好到外婆家去了 这才逃过了疑难 但是 他被家中的惨祸 吓坏了 成天坐在医院的角落 一声也不响 侯卫东第三次到医院的时候 曾显刚才稍稍恢复了正常 趁着病房无人之际 他第一次开口说话 疯子 我屋里还有十万块 放在墙壁里了 你帮我取过来 存在银行里 曾显刚的肺部中了一头 说话很是吃力 他说了许久 才将具体的位置 给侯卫东说清楚 等到他的哥哥曾县里回来 他就转换了话题 侯卫东当然知道 钱对于曾县刚有多重要 他也不多问 出了医院便打了一个出租车 一路直奔上青林的尖山村 到了曾县刚家 他让出租车在公路上等着 然后直奔曾县刚家 从墙壁里取出那十万现金 然后又返回了出租车 到了一阳城 他连忙用曾县刚的身份证 办了一个存折 又回到了医院 看到存折 曾县刚明显地松了一口气 风子 麻烦你 将存折给我收好 出院的时候 再拿给我 我又想起了一件事 床的下面 还有两万 你取出来 你是帮我付医院药费 而是张懒的丧事啊 是父母帮着操办的 花的钱啊 用 用这钱来出 还有 我儿子一天都没说话 你带着他散散心 我觉得他不对头啊 侯伟东一一地记下 又安慰着曾县刚 你放心吧 风刚市场的生产很正常啊 不过 你的市场 先停下来吧 风子 还有麻烦你 能不能派林中船 替我管一管市场啊 不能停啊 这个时候 义无路已经建设完成了 上青林市场由于 这两条路的建设 而名声雀起 义阳县重要的工程 都指定要上青林石头 因此市场的生意 并没有随着公路建设的结束 而萧条 反而保持着良好的态势 曾县刚流干了眼泪 为了儿子和父母 心中经过反复的挣扎 仍然打定主意 继续干市场 两个人正说着话 赵永胜和刘坤 蒋有才等人 走进了病房 办公室的唐树刚 提了一些水果跟在后面 赵永胜询问了伤情 就说 曾主任啊 你安心养伤 公安局正在全力破案 一定会将凶手揪出来 你有什么事情 可以给刘助理和蒋书记谈啊 说完又转身 对侯卫东说 侯卫东啊 你现在仍然是 上青林工作组的副组长 要配合派出所 搞好联防和治安工作 消除治安隐患 刘坤封管企业工作 有什么事情 直接向他汇报吧 行 赵永胜 赵永胜走到了曾县刚的身边 弯下腰 曾主任 安心养伤 相信组织 相信公安 这些人在病房里 待了半个小时 留下了两百元钱 就离开了 他们走了不久 侯卫东也就告辞而去 他坐了一辆出租车 急匆匆地 又返回到了尖山村 打开床板 见两万元钱 仍然包在一条 普通的裤子里 便将选择的心 放了下来 取了钱 坐上出租车 就朝着一阳城赶了过去 看到这完好无损的两万块 曾县刚睁着的一只眼 闭尽了 过了好一会儿 他睁开了毒眼 凤子 你是好兄弟 我一定要找机会报答你 一夜之灾 让身强力壮的汉子 变成了手无腹肌之力的病人 在危难之际 合作伙伴侯卫东 成了他最值得信任的人 只是曾县刚的儿子 仍然倔强着不说话 侯卫东也没有办法 只能让外婆 先把他带了回去 告别了曾县刚 侯卫东买了最爱吃的宽面 和一打鸡蛋 回到了沙州学院的新家 吃了鸡蛋面 和卫东打开台灯 让一圈光线照亮了乳白色的书桌 然后提了一个小水壶 就去给盆景浇化 到了阳台上 面对着湖面的点点星光 闻听着不远处树林里的速速声响 远处 音乐系的钢琴声断断续续 与上青林纯自然的景观相比 又多了一些人文气息 也多了一些温暖 第一次直面亲朋好友的非正常死亡 曾县刚夫妻俩鲜血淋漓的场景 还会时不时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之中 在办完了曾县刚 交办的两项重要工作之后 他的心里暂时平安了一些 此时 侯卫东融入了夜色之中 暂时忘掉了世间的俗物 隔壁灯光一亮 随后一个人影出现了灯光之中 这是一位年轻女性的身影 她穿着一身蓬松的睡衣 站在阳台上伸着懒腰 由于背对着灯光 侯卫东没有看清楚她的相貌 也就没有搭理她 自顾自地看着湖面的 惺惺点点的灯火 阳台上的女子也在看着湖面 她无意中扭头看了一眼阳台 忽然看到隔壁的阳台上 有一个人影 而这条人影出现的是如此的突兀 让她进不住尖叫了一声 就朝屋内跑去 侯卫东听到这一声惊呼 也意识到自己将隔壁的女子吓着 她没有继续吓人 转身走回了客厅 打开电视 随意看了一会儿 这时候电视台都在上映一部 叫做宰相刘罗郭的连续剧 她躺在沙发上 看着刘罗郭与和珅的恩恩怨怨 忽然间 她想起了一些事情 走织部的郭兰曾经说过 她的父母是杀出学院的 而隔壁的教授也姓郭 难道 难道刚才的那个女子 是郭兰 正在想着这件事 大门就响起了敲门声 侯卫东是第一天搬进新房子 除了小家以外 没有任何人知道 她琢磨着 肯定是隔壁刚才那个受惊吓的女子 没准她真就是郭兰 她打开门 果然 短发美女郭兰 站在门外 侯卫东 你吓了我一跳 郭兰已经换下了睡衣 穿了一身运动服 出现在侯卫东的眼前 哎呀 郭兰啊 刚才把你吓着了吧 你怎么不开灯啊 站在阳台上 玩深沉啊 真是把我吓了一跳 进了屋 郭兰好奇地四处打量着 刚才我听我爸讲 隔壁搬来了一位年轻人 是沙州学院政法系毕业的 在清临镇工作 哎 我一猜呀 就是你 晚上郭兰在外面吃了饭 回到家 父亲正在书房看书 而母亲正在专心看电视 他招呼一声就去洗澡了 然后来到阳台上晾衣服 猛然间就看见了阳台另一边的黑影 他吓得飞也死地逃回了房间 这才知道 原来是新邻居 见着满屋都是顶级的电器 郭兰禁不住夸了一句 哎呦 你真有钱啊 可是心里直纳闷 这侯卫东工作不到两年 怎么会这么有钱啊 难道 会有什么猫腻呢 他有意无意地问 哎 从党校毕业这么久了 你工作怎么样了 调动了没有 唉 都说从党校毕业要升官 我估计啊 我是被你们组织部门给遗忘了 这两年的时间 我还跟报道时候一样 在上京林雨天斗 其乐无穷啊 侯卫东自我调侃了两句 顺手倒了一杯热茶 递给了郭兰 哎呀 不说这个了啊 这是一阳今年的明前茶 我这茶可是顶级的 都是茶能送给我的 你来尝尝 郭兰吹了吹水汽 喝了一口 好香的茶呀 哎 你也别瞎说啊 组织部的培训很多 党校的各种办也多 参加培训班呢 并不是表示要升官 哪得等机遇呢 两个人聊了几句 郭兰告辞的时候 侯卫东从茶柜里 取出了一个茶盒 哎 这是我们清林的明前茶 一点农药也没有啊 纯绿色产品 送给郭教授 好吧 我爸爸就好这一口 谢谢了啊 哎 以后你站在阳台上 把灯打开啊 黑乎乎的 怪吓人的 一个月的时光 已经让上清林的血迹 慢慢的变淡 曾献刚家中的惨案 如一块石头 投入了平静的池塘 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但是却很快 又恢复了平静 只有那一块落水的石头 永远压在了亲人们的心口上 沉甸甸地潜伏着 侯卫东在山上开着石场 日子忙碌而平静 他万万没有想到 检察院的人 会找上自己 这天中午 侯卫东正在房间里看电视 他的手机响了 派出所的秦刚 声音很严肃 而且急切 侯卫东 检察院马上要来找你啊 你要有心理准备 我 检察院 检察院找我有什么事啊 他没有说 只是要他排出所让我们带路 听口气似乎是找你来调查情况的 估计啊 是县里的那一位官员 东窗事发了 张辉带他们上来的 一个小时就要到 你在山上开着石场 躲是躲不掉的啊 还是要想好 怎么说吧 我给你打这个电话 可是违反纪律的 你要保密啊 把手机放好 侯卫东冷静地回想着自己的行为 要真是县里的官员 东窗事发 那肯定就是交通局的事情吗 他暗自庆幸 自己的谨慎 曾县刚事件以后 他在易阳县建了一个窝 将涉及交通局的所有重要物件 都放在了那个小窝里 在青陵山上 也就只留下了两万元的现金 执照 税费手续等 而沙州学院的房子 是用时常的一个老村民的身份证 办理的专户手续 检察院很难查到这个房子 即使找到了沙州学院的房子 也很难找到墙壁上的暗格 侯卫东连忙给朱冰打了一个电话 谢天谢地 朱冰在第一时间接通了 我是侯卫东啊 检察院马上要来找我 听说是某个官员被抓了 朱冰同样吃了一惊 是吗 我刚从沙州回来 不清楚情况 你千万不要乱说话啊 我马上给曾局长汇报这个事 手机不要让他们发现了 我的这个手机是没有用身份证的那种 他们查不出是谁打的电话 过了一会儿 朱冰回了电话 检察院在查高见 估计最功之一不再久 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啊 在交代了几句关键的话之后 侯卫东将手机关机 藏到了后腰围墙的一个很隐秘的小洞里 用一块烂石头堵着 这个小洞是他以前无所事事的时候发现的 现在派上了大用场 办完这些事以后 侯卫东的心里有底了 当张辉他们带着两男一女敲响房门以后 侯卫东一脸的平静 带队的人是四十来岁的一个男同志 长得很是饱满 我们是一阳县检察院的 需要你配合一下 侯卫东心里有了准备 态度不卑不亢 请出示一下你们的工作证 张辉介绍 这是检察院的唐科长 请出示证件 唐科长出来办事 很少遇到主动要查看工作证的 他从上衣口袋取出工作证 在侯卫东的眼前亮了亮 看清楚了啊 这是工作证 语气中带着不快 侯卫东的手没有缩回去 我是亲临郑政府的工作人员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检察院办案子 我有权利查看你们的证件 唐小伟鼓着眼睛瞪着侯卫东 他没有想到一个乡镇小干部如此之强硬 犹豫了一下 把工作证递给了侯卫东 工作证显示 这是货真价实的检察院人员 侯卫东彬彬有礼的说 那请坐吧 我给你们倒水 不必了 你跟我们到检察院去一趟 有些事情需要问你 你把箱子桌子全部打开 我们要检察 对不起 要搜查房间这是你们的权利 但是请出示搜查证 如果没有 我将请工作组组长高厢长 居委会主任 以及相关工作人员到场 他们将是我的证人 我有权利向沙州市人民检察院 反映易阳县检察院执法人员 带头违法的行为 唐小伟看了张辉一眼 张辉平时也经常与侯卫东嗤嗤呵呵 此时把脸扭到了一边 不理会唐小伟 检察院年轻的男子 正准备阻拦走到门口的侯卫东 侯卫东瞪了他一眼 干嘛呀 我又不会跑 只是喊几个证人过来 唐小伟知道碰到硬骨头了 他趁着侯卫东走出房门之际 悄悄地问道 哎 这什么人呢 哎呀 忘了刚才跟你说了 他是沙州法学院政法系毕业的 很多同学啊 都在沙州市的政法系统工作 等到习赵勇 高长江 杨新春 李勇等人来到了房间 唐小伟也就不敢强行搜查了 案子琢磨着 这次真是大意了 应该把搜查证开了吗 他是一个老检察官的 办案经验丰富 手续不全 态度也就变得很温和 对高长江解释说 县里有一个案子啊 涉及到侯卫东 需要他回去啊 协助调查 检察院办案子 工作组没有理由阻拦 侯卫东慢慢地走回了房间 关了所有的店员 细心地锁上房门 这才坐上了检察院开来的警车 上了车 唐小伟坐在副驾驶的位置 侯卫东坐在后排中间的位置 一男一女两个检察官分坐两边 而派出所的民警张辉没有上车 跟着习赵勇上了楼 到了独食村村部 那位女检察官随意地问道 侯卫东 杀一鲁和吴一鲁 是你供应的碎石吗 侯卫东回答得极为爽快 不是啊 我是工作组的副组长 只是在里面帮忙 为乡镇企业出谋划策 唐小伟回过头来 你把自己说得这么干净啊 狗背弯事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大家心知肚明嘛 这个事情很简单嘛 你可以到工商局去检查营业执照 看看谁是老板 你也可以到狗背弯现场去探查嘛 看看谁在管理市场 这些事情很容易弄清楚的 唐小伟气势汹汹 既然我们找到了你 就肯定有依据 你不要鸭子死了嘴壳子硬 到时候 有你哭的时候 车上侯卫东反复思考着 他可能存在的问题 顶破天的也就是行贿 而且他基本上没有具体经手 都是由曾献刚经办的 而曾献刚还在医院里躺着 唐小伟又换了口气 语中心诚的说 我给你点时间 你好好想一想啊 想想自己有没有什么 做过违法的事情 到了检查院 向组织上老老实实的交代出来 侯卫东知道自己的事情不大 只要能坚持住 就不会有事 他暗自为自己打击 人死连潮伤 不死万万年 怕什么 到了检查院 第一件事情就是交出随身物品 连皮带也被抽了出来 随后 他们发给了侯卫东一根短绳子 用来捆裤子 年轻的检察官 就将侯卫东带到了一间小房子里 唐小伟随即找到了副检察长商游 这个侯卫东啊 是沙州政法学院的 同点法律 我本来准备搜查房子 他让我们出事搜查证 还叫来了好几个人来作证 我就没搜查 只是将他的房子锁了 副检察长商游五十来岁 人长得特别瘦 皱着眉头说 从现在掌握的情况看啊 上青林市场 以侯卫东为首 与交通局打交道的 主要也是他 按常理来说 能从他这里打开一个缺口 如果在他的房间里能找出证据 那事情就好办了 说到这儿 他便开了搜查令 唐小伟带着人再次前往上青林 在交通局办公室 曾兆强把朱冰叫了过来 阴沉着脸 朱冰愤怒地说 有些人为了当官 无所不为 太可耻了 我认为啊 他们就是想从高建那里打开缺口 曾兆强是交通局长 在今年县乡同时换劫中 是副县长的热门候选人 而另一位热门的人物 是农委的蒋守文主任 而蒋守文 与检察院的金院长 是狼舅关系 高建这个人呢 手伸得太长 这一次是咎由自取 应该给他点教训 曾兆强其实从内心深处 对这个财务科长并不满意 可是高建 是沙州市交通局副局长 刘林毅的心腹 刘林毅是易阳县前任交通局长 出任副县长以后 又调任沙州交通局副局长 由于这一层关系 曾兆强也就一直 没有换掉高建 也由于这层关系 曾兆强的很多事情 都绕开了高建 没有把柄落在高建手中 只是不知道侯卫东这个人 靠不靠谱啊 如果他顶不住了乱咬仪器 那还真有麻烦啊 曾兆强指的是 猪富贵食厂的事情 侯卫东办事呢 还算机率 提前用手机报了个信 我认为他是靠得住的 现在啊 我们得想办法把他捞出来 朱冰说到这儿 灵机一动 侯卫东在上青林的群众基础很好 微信很高 我们可以利用群众的名义 找到沙州市人大主任高志远 请他出面 嗯 好 曾兆强点了点头 你去办这件事 我去做其他领导的工作 在一阳县检察院 侯卫东被关到了冷清的小房子里 没有人理睬他 他不知道外面的情况 孤作着思考对策 侯卫东是学法律出身的 他知道自己顶了天 也就是一个行贿罪 而且能认定的数额很小 这一次检察院将自己请来 那肯定是相装武剑意在佩工啊 肯定不是针对自己 基于这个判断 他的底气渐渐足了 小房子里极为冷清 侯卫东靠在墙坐在地上 又冷又饿 迷迷糊糊地打了一会儿 只觉过了许久 忽然听到房门哗得开了 一个人收到 跟我们走 侯卫东被带到了一个 不太标准的询问室 开了一盏大台灯 他坐下之后 大台灯的强光 直接射在他的脸上 刺得他睁不开眼 在强光的照耀之下 侯卫东如被退了毛的猪一样 暴露在杀猪将的眼中 在台灯后面 由于光线的原因 则是一片黑暗 猎人总是在暗处 凝视着他的猎物 坐了十来分钟 侯卫东已经是大汗淋漓了 台灯后面 才传出来一个声音 侯卫东啊 想好没有 我是来配合你们工作的 你们不问 我怎么知道你们想知道什么呀 台灯后面坐着 商游副检察长和唐小伟 商游紧紧地盯着侯卫东 从经验上来看 侯卫东肯定和交通局财务科高建 有金钱上的来往 因此 他并不是太担心 我提醒你一句啊 1995年 交通局财务科 打了上百万在你的账上 4月 你曾经在一阳宾馆住过一晚 我就提醒你这么多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这个政策你是了解的 你不说不等于别人不说 年纪轻轻的 要珍惜大好前程啊 侯卫东假装糊涂 我的账上没有钱啊 你凭什么说是打到了我的账上 在刘光芬的要求下 上清林市场 凡是要写名字的地方 全是刘光芬的名字 账户也是以刘光芬的名义 侯卫东的账户就只有工资 刘光芬为了帮助侯卫东 每个月还要到上清林来一次 商游和唐小伟轮番上阵 意图从侯卫东的身上打开突破口 最后侯卫东一概只回答一句话 我头昏记不太清吗 到了早晨六点 侯卫东仍然还是这句话 这让商唐两人无可奈何 唐小伟气得火猫三丈 忍不住取过了一本后书 垫在侯卫东的后背 狠狠地打了几拳 他的相貌虽然类似于泡水的豌豆 出手却不含糊 打得侯卫东眼貌惊花 等他打完了 侯卫东说 我国的法律严禁刑讯逼供 我要向领西市还有沙州检察院 还有人大投诉 我要向新闻媒体揭露 唐小伟又要冲上起一顿拳脚 商游赶紧拦住 侯卫东也就忍住没有再说话 大约在早晨七点 商游和唐小伟两个人回家睡觉 就留下了另外一批人继续提问 他们的目的已经很明确 就是要查出侯卫东 与交通局的金钱关系 侯卫东闭着眼 只说六个字 头昏记不清了 第二天下午 吃饱喝足的商游和唐小伟 又来到了审讯室 侯卫东已经二十四个小时 没有睡觉和吃饭了 耳朵里全是询问的声音 到了晚上十二点 这两个人 又一次失望地走了出来 商游是军人出身 从事检查工作 已经有十来年了 很少看到这样硬气的人 看来要从他身上打开 缺口很难呢 这只家伙 还真是个人物啊 唐小伟狠狠地说 再审二十四小时 就算铁刃也受不了 侯卫东说的没错 交通局的钱啊 全是打到他的母亲 刘光芬的账上的 他搞的是擦边球 与高健接触的人 就是侯卫东 刘光芬不过是个幌子 而就在这个时候 交通局的高健却顶不住 他像流水一样 把自己的事情 全部交代了出来 牵出了不少人 不过没有涉及 曾兆强和朱冰 商游不愿意把事情 闹得太大 就说 根据高健的交代呢 上清临时场送钱 的是一名叫做 曾献刚的人 曾献刚是村委会主任 受了重伤 住在医院里 侯卫东呢 只是请他喝酒吃饭 这事儿我觉得 没有多大意思 我回去睡了 你那利用高健的口供 再闪一会儿 就在侯卫东 苦苦支撑的时候 曾兆强找到了 沙州市的领导 暗中做了工作 很快就有电话 打到了县检察院 与此同时 上清临村民代表 在秦大江的组织下 弄了一个万人签名 送到了沙州市人大主任 高志远的家里 在多重压力之下 检察院停止了 对侯卫东的讯问 侯卫东行贿一事 证据不足 没有能够立案 也就没有案底 交通局财务科科长高健 家中被搜出了 一百二十万元的 巨额财产 他在检察院 就没有能够撑住 吐了一个干干净净 此事已经被刑事拘留 彻底完蛋了 走出检察院的那一天 侯卫东胡子长得老长 他抬头看了一眼 冬日难得一见的太阳 整个人都快软了下去 就在这个时候 一辆桑塔纳 滑到了他的身边 梁比发坐在 副驾驶位置上 摇下了车窗 疯子 上车 侯卫东上了车 便将头靠在后背 闭目仰身 梁比发扔了一支烟给他 正准备给他点火 回头之时 只见侯卫东 已经睡入了梦乡 一觉醒来 侯卫东坐在床上愣了半天 没有搞清楚这是在哪里 他慢慢地站了起来 走到客厅 就看见有两个人在喝茶 梁比发 和一位漂亮的年轻女子 疯子 你终于醒来了 你知道你睡了多久啊 整整十八个小时啊 侯卫东温头温脑地问 今天是几号啊 十一号啦 侯卫东是七号被带到检察院的 转眼就过了四天 梁比发拍着侯卫东的肩膀 我没有看走眼啊 疯子 你这个朋友 我交定了 对于这种能够死咬着不松口的朋友 梁比发是真心的敬佩 侯卫东被带到检察院以后 就与世隔绝 所以对整个事态的发展并不了解 只是由于有一个不认识的女子在面前 她也不好多问什么 啊 我给你介绍一个好朋友啊 这是沙州道路工程公司的李京 李总 李京伸出鲜鲜御手 好几次听梁大哥说起你 我是沙州道路工程公司的李京 哪里是什么老总啊 只是为了好听 挂了一个副总的名字 其实就是一个打工的 梁比发笑着说 虎帮子 今天你要跟李总好好地沟通一下 根据最新的绝密消息 岭西省啊 要在九六年开始修建 沙岭高速公路 如果不出所料 这事就要由沙州道路工程公司来做 这高速公路肯定是要从异阳通过的 这可是个大商机啊 侯卫东这会儿的心思 还没有转到做生意上 勉强笑了一下 请李总多关照啊 李京说道 上青林的市场 可是一阳制沙州最好的市场了 到时候还需要侯总多提供支持啊 说了几句话 侯卫东慢慢地恢复了元气 哎呀这什么地方啊 我饿得慌 给弄点稀饭或者是面条吗 哎 这是沙州城外的汉湖 沙道斯的产业 我都做了安排了 你就在这儿啊 好好休养几天吧 听李京这么说 侯卫东心里明白 看来 自己被检察员弄了一回 倒是让曾赵强彻底接纳了我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也算是个好事吧 李京很有眼色 他知道侯卫东与梁碧发有话要说 你们先聊一聊 我到厨房去看一看啊 曾局长特地安排的 要弄几样有特色的菜品 李京的背影 随着高跟鞋的叮当之声远去了 他的腰身收得极细 瘦了一根腰带 虽然是秋天 仍然显示出了窈窕的身材 要是论性感 有的人是饱满的性感 有的人是委婉的性感 还有的就是骨子里的性感 而这个李京 显然就是性感到骨子里的那种 梁碧发摇着头 哎 疯子 你还不知道吧 财务科的高健被抓了 哎 刚熬了一天 就全招了 这回他完蛋了 他牵出了哪些人呢 这也不太清楚 局里只牵出了他 还有纪检组长 这个纪检组长啊 是原来的工程科科长 其他人没事 曾举为了你的事情 去找了县领导 要不然 你可能还得多住几天啊 你在上青林的朋友们也不错啊 搞了一个万人大签名 跑去找了杀住人大的高志远 过了十来分钟 一位穿着黑色套服的女服务员端上了一个盘子 里面是两个炒菜 一份汤 还有一盆米饭 吃饱之后 侯伟东又被领着 舒舒服服地洗了一个多小时的温泉 侯伟东洗得很清爽 穿得也很干净 一扫从检察院出来的晦气 回到前厅 只见曾兆强 朱冰 梁碧发和李京 正在打麻将 曾兆强说道 我和卫东先说两句话 你们等一会儿 两个人来到了花园的角落 卫东啊 这个高见 自作孽 这一次不死要脱层皮 你这个朋友值得交 这几年交通大建设 市场生意好做 你抓住机会好好的经营 多赚点钱 有了钱 你想做到什么都容易 这个道理你慢慢去体会啊 回到易阳县城 曾兆强问 我送你回青林啊 曾举 你别管我了 我还要办些事情 好 年轻人的事情我不管 交通局要集资建房 多修了几件 你如果要啊 我按交通局内部职工价卖给你 那当然好了 谢谢曾举长的关心 哎呀自家人嘛 不要客气 这事啊 你去找周局办 回到沙州学院的房间 关闭房门 侯伟东没有开灯 在电话的位置 给小家打了一个电话 小家很生气 你干什么去了 好几天都没有打电话 侯伟东略略迟疑了一下 还是实话实说 哎呀 交通局财务科长高见 贪污受贿 害得我受了拖累 被检查人叫去 说明一下情况 啊 那 那 那要紧吗 为了不让小家担心 侯伟东对事情的经过 只是做了小小的交代 很多具体的细节都省略了 尽管听到的是简化版的经过 小家还是担心得很 在电话的另一头 千叮名万祝福 自从在上青林开了风钢市场和狗背弯市场之后 侯伟东一门心思赚钱 将仕途的事情基本都淡忘了 可是近期发生在曾献刚和自己身上的这两件事 让侯伟东深刻地认识到 必须要两条腿走路 而刘坤的到来 又给他这种微妙的心理 增加了催化剂 侯伟东有了思路 却没有具体的操作步骤 为了答谢上青林诸人为自己奔走呼喊 侯伟东在基金会旁边的无名馆子摆了一桌 开席的时候 他举着酒杯深情地说道 俗话说 患难见真情啊 如果没有各位的鼎力相助 我现在可能还在检察院呢 为了表示感谢 我先干为敬 秦大江高兴地说 我把万人签名送给高志远主任以后啊 他当场给县委书记朱远打了电话 这位老领导真不错呀 以后逢年过节 我们上青林啊 都要去拜访他老人家 习赵勇与侯伟东情况相似 既是公务人员又开着时长 就问道 检察院找你 究竟为了什么事情啊 哎 纯粹是城门失火 殃及吃鱼啊 交通局财务科科长高健犯了事 检察院在查账的时候 发现青林市场进出的现金不少 所以就断定我有问题 这高健已经被刑事拘留了 看样子啊 怎么累得进监狱判了几年 习赵勇为了勾兑高健 总共花了五千块 只是由于送的现金太少 高健根本就没有记在心上 所以连习赵勇的名字都没有提 这个时候 听说高健落马 习赵勇不禁拍手称款 活该 高健这个人心太黑了 迟早是要翻船的 没有想到 这个报应来得这么快 秦大将在旁边喊 你不要这么高兴啊 换了财务科长啊 你还得重新去勾兑 说不定更麻烦 有秦大将在场 酒场通常就会变成战场 秦大将喝高以后 拉着侯卫东痛说了革命事 然后高声地问 马上就要换届选举了 你逢子想不想当官吧 只要你愿意 我们搁几个 就有办法把你弄上去吗 侯卫东在检察院 是领教过法律的力量的 他不想再惹麻烦 看到其他人接罪的不行 就拉着秦大将来到了院子外面 这个事情可是违反选举法啊 不能乱说 秦大将虽然酒醉 可是心里明白 他唾沫似喷地说道 乡镇人大换届 选举开大会的时候 代表一人提议十人复议 就可以提出正式的候选人 到时候我来提议嘛 我保证让你当成候选人嘛 侯卫东怦然心动 他是学法律出身 知道操纵选举是违法的事情 便笑着说 我不管这事啊 大哥怎么做 那是你大哥的自由 我只管得住我自己 我管不住别人 秦大将听得很明白 一阵哈哈大笑 啥也没再多说 秦大将这个人 为人粗中见系 活动能力很强 很多村干部都很佩服他 那天醉化以后 侯卫东便静观事态的发展 十二月初 曾献刚也出了院 他为了掩饰假眼 戴了一副平光眼镜 粗大的汉子 初次戴上眼镜 看上去颇不协调 侯卫东将存款和现金 都交给了他 我这次遭了难 峰子 你帮了大忙了 兄弟之间 你说这些干什么呀 曾献刚瞪了那只针眼 一只手放在胸口 我不说了 都挤在这里了 三个村的干部闻讯而来 知书唐桂元 特意杀了一头猪 买了几挂大鞭炮 轰轰烈烈的 在曾献刚的院子里 放了一场 喝完酒 妇女主任带人 把屋子里打扫了一遍 大家这才离开 曾献刚重新回到自己的家 恍如隔世 妻子的身影 似乎还在屋子里晃来荡去 厨房里 甚至还飘来了 火锅鱼的香味 他怕闻到这个味道 在院子里蹲了很久 第二天 侯伟东再次来到曾家的时候 曾献刚正在指挥众人 加高围墙 现在侯伟东就说 原来的围墙啊 只有这一米高 行轻一撑就能过来 我准备把围墙 绣到三米五 上面 再插些碎玻璃 院子里还挂着一只 剥了皮的狗 鲜血淋漓 惨不忍睹 曾献刚愤怒地说 这个狗没有用啊 如果当初他叫两声 我就不会吃大魁 白养他了 晚上来帮忙的人都围坐在一起吃狗肉 按照上清林的规矩 第一杯酒要大家一起喝 随后才能互相敬酒 曾献刚把酒杯捂着了 我戒酒了 从今以后再也不喝了 他满脸懊悔地说 那天晚上如果不喝酒 也不至于睡得那么沉啊 要我当初醒着 那几个小子根本就进不了屋 今后 我要是再沾半滴酒 就是乌龟王八蛋 曾献刚是主人 他不喝酒 这顿酒便没有了很多的兴致 狗肉被吃光以后 大家散去了 侯伟东留了下来 见曾献刚情绪还正常 讲了一讲这段时间 丰钢市场和增加市场的账务 曾献刚性质也不大 敷衍着听完就问 疯子 账务问题先不说 听说检察员找了你的麻烦 被关了两天 唉 这事吧 前段时间你在住院 也就没有跟你说 曾献刚阴着脸 疯子 现在光有钱是不行的 你还得走仕途这条路 马上要换结选举了 你们有什么想法 侯伟东试探着说 哎 我又不是候选人 能有什么办法呀 你为上清林做了这么大的贡献 怎么没办法 没办法大伙可以听你想办法吗 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嘛 干了好事就应该当管 这不天经地义的吗 这事我也没法说 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我不参加配合 曾献刚明白了侯伟东的心思 咱们上清林修路 你疯子功劳最大 如果有人提出你的名字 绝对一胡百应 这点我打保票 转眼间 就到了换届选举的日子 秦大江不声不响地做着工作 他当了多年的支部书记 很有一些工作方法 并不直接拉票 只是逮着机会就讲侯伟东 在上清林工作中 所做出的贡献 而曾献刚呢 则是守住待徒 这段时间 陆续有亲朋好友到家里看望他 他就从修公路开始 一直讲到受伤住院期间的 种种小事 讲得细致入围 甚是动情 在清林镇里 选举工作 按照正常的程序 推进着 秦飞悦离开清林镇以后 赵永胜 就成了清林镇的绝对权位 这让他的警惕下降了很多 当宣传部的刘军打电话 询问儿子刘坤的选举的事情的时候 他在电话里 打了保票 1995年12月中旬 公布了选举方案 以及候选人名单 镇长实行等额选举 候选人是宿明 副镇长实行差额选举 候选人四选三 副镇长候选人 是钟瑞华 刘坤 唐树刚 和李慧 武装部长钟瑞华群众基础比较好 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 镇长助理刘坤 是县府办下来的 是这次选举的重点确保对象 唐树刚原是镇政府的办公室主任 这次能进入内定名单 纯属运气好 清临镇政府的领导直数 一直是一正两负 这次选举前才增加了部分乡镇的领导直数 清临镇政府的领导 就变成了一正三负 唐树刚幸运地被列入了副镇长的候选人 继生办的理会是一般工作人员 资历一般 能力一般 表现一般 是用来做差额的 1995年12月19日 清临镇人代会正式召开 由于有选举任务 镇里特别重视这一届人代会 专门租用了两个客车 一辆客车到上清临 接镇人大代表 一辆客车到下清临 接各村的镇人大代表 侯卫东不是人大代表 没有资格参会 他起床之后 到尖山村看了公路现场 然后来到了狗背湾市场 站在高高的踩石台上 琢磨着 从反馈的情况上来看 自己被选上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也不知道哪一个倒霉鬼 会被选下来 是钟瑞华 刘坤 还是唐树刚的 中午一点 他在市场 同工人们一起吃午饭 吃完饭回到家中 脱掉衣服 钻进被窝 万事不想 只管睡觉 两点钟 手机猛地响了起来 侯卫东以为是选举之事 一把抓过了手机 结果却是秦飞月的电话 秦飞月高兴地说 卫东啊 开阀区正式成立了 你有没有兴趣过来啊 过来以后 先安排你负责国土方面的工作 侯卫东满口答应 秦主任 我当然愿意了 镇人代会开始以后 镇党委书记赵永胜 胸有成竹 放心地让党委副书记 蒋里有才 和人大副主席萧卫国 去办具体的事情 他则稳坐钓鱼台 因此 当人大副主席萧卫国 紧张地出现在他的面前时 他还开了一句玩笑 萧主席啊 什么事情这么着急嘛 美林大事有静气 这可是我们青林镇的座右鸣啊 你看 第三代表小组 推出了新的副镇长候选人 哦 赵永胜有点吃惊 不过并没有太在意 是谁提出来的 提的是谁啊 都市村的代表 杨国歌 提议将侯卫东 列为副镇长的候选人 曾县刚 秦大江等十二人赋议 依照选举法规定啊 这个提议是有效的 侯卫东虽然没有一官半职 但是 上青林公路顺利建成以后 他在上青林的名声 却如日中天 这一次 被检察院请了进去 上青林的村民 还搞了一个什么万人签名 由此可见一半 得知侯卫东被提为候选人 赵永胜顿时认识到了 问题的严重性 一下子就站了起来 这个阎国歌是谁啊 我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啊 能不能撤销提议 萧卫国难为的说 阎国歌是独市村的代表 从去年开始啊 就长期住在沙州的女儿家里 这白纸黑字写了上来的提议 要是撤销 那就是违法的呀 负议的十二人 都是上青林村的干部 这让赵永胜意识到情况不妙 他脑筋急转 我找曾贤刚和秦大将去谈话 你找阎国歌和杨炳刚谈话 其他的人 分别由蒋友才和宁勇去找 务必让各村村干部 以大局为重 以青林镇的发展为重 将组织上确定的候选人选上去 赵永胜把蒋友才 宁勇 萧魏国等人找来商量以后 分别找村干部谈话 秦大将被叫到了书记办公室 关上门以后 赵永胜满脸寒霜 秦大将啊 你搞什么名堂 阎国歌这种不听招呼的人 你是怎么将他推荐上来的 秦大将一脸苦笑 以前选代表的时候 这个阎国歌还没有掌防过 谁知道他突然搞袭击啊 候选人是组织上定的 难道你想跟一阳县委政府唱对台戏吗 你为什么要亲自服役啊 哎呀 这个阎国歌呀 是当着众人的面征求我的意见的 我顺便就签了个名字嘛 好一个顺便 这个字签下去 如果选举出了意外 我闻一试问啊 秦大将苦着脸 我们这个小组都是上青林的人呢 如果我不签字 这些代表怎么看我呀 那我以后还怎么跟侯卫东相处啊 我的赵书记 他是住村干部 是专门管我们这些村干部的吗 你是老知书了 一定要有组织原则 等一会儿啊 你去跟代表说 不能选侯卫东 一定要把组织的人选进去 今年这里要招一些临时的人员 你的儿子情感年龄合适 你让他回来 当临时的聘干嘛 到时候有机会 可以转正 秦大将拍着胸脯 张叔姐 你放心 我虽然签了字 但是投票的时候 我一定能贯彻组织意图啊 受党教育这么多年 这点觉悟还是有的嘛 紧接着 赵永胜又与曾献刚谈话 谈话的情况 与秦大将差不多 与秦大将和曾献刚谈的话 赵永胜心中的不安感 更加强烈了 他召集了机关的人大代表开会 再次重申了组织纪律 要求必须实现组织意图 将组织部内定的三个候选人 选上去 他又将选举可能出现异常的情况 向县里做了汇报 县里高度重视 组织部柳明阳部长 亲自来到了庆陵镇 分别召开了 人大代表中的党员会 人大代表中的机关干部会 并将下午的选举 延期到了第二天 赵永胜是党委书记 兼镇人大主席团的主席 对选举负有主要责任 他心里着急 把最听话的副书记 蒋有才叫到了办公室 明天的会场实行实名制 你把每位代表的名字 全部贴在椅子上 而且 我们要把代表的座位 全部打乱 不能让一个村的代表 坐在一起 尽量让镇机关的代表 和村里的代表 混合作在一起 起到监督的作用 蒋有才是清临镇党委的副书记 不管是党委的选举 还是人大的选举 历来都是由他来操作的 而人大副主任 肖伟国相当于他的助手 蒋有才与赵永胜 紧急商量之后 与肖伟国一起 带着人连夜写了名字 把座位重新调整 当所有事情准备完毕 雄机一唱天下白 蒋有才 这才在办公室里 瞇了一会儿 上午九点钟 正式投票开始了 刘坤是镇长助理 列席参加了镇人代会 在会场的时候 他不停地向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大代表散着烟 脸如鲜花一般怒发 开始公布票数的时候 这唱票声是典型的清零口音 忌吐又奸 此时却显得格外的威严 以前是四个候选人 只需选掉一个候选人 如今变成了五个候选人 选三个副阵长 也就意味着要淘汰两个人 李辉的票数明显低于前四个人 铁定要被淘汰 而钟瑞华 刘坤 唐树刚三个人的票数 咬得很紧 名次轮番上升 至于侯卫东 则一记绝尘 票数远远高于其他候选人 投票结果公布了 十到九十八名镇人大代表 李辉得票十九 倒数第一 刘坤得票四十八 倒数第二 侯卫东得票九十 正数第一名 刘坤坐在下面 心里怦怦地乱跳 紧扣着发白的手 每当听到侯卫东的名字 就如同被铁锤打在胸口 选举结果出来 他被打了几十铁锤 脑袋轰响成了一片处于半空的状态 梵天他才明白了 他落选了 他微张着嘴 目光寻找着赵永胜 赵永胜的脸色极为难看 紧紧地盯着选举结果 随后就沉着脸走出了会场 镇委副书记蒋有才和人大副主席萧卫国 也悄悄地溜出了会场 在收集办公室里 赵永胜铁青着脸 盯着副书记蒋有才 蒋有才性格本来就软弱 此时慌了神 结结巴巴地说 赵叔姐 这个事 肯定就是上清林的几个村干部 他们搞的鬼 赵永胜打断了他的话 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啊 赶快想搏救的措施 你赶紧把纪委的同志带上 去查一下 有没有会选 说完又对人大副主席萧卫国说 老萧啊 你把今天选举的情况 形成一份完整的书面材料 向县里报告 两个人领命而去 赵永胜咬了咬牙 拨通了组织部柳部长的电话 柳明阳此时正在生气 他已经接到了一个电话 说南部杨河镇传来了不好的消息 有一位组织上内定的候选人 被选掉了 再听到赵永胜的汇报 顿时火冒三丈 这次选举你们是怎么组织的吗 除了这种事 说明你驾驭全局的能力有问题 你们清林镇党委的战斗力有问题 训斥了一顿以后 柳明阳缓和了口气 有没有代表或者是群众反应 异常情况啊 如果有 要立刻采取措施 啊 刘部长 我们已经成立了一个调查小组 以江有才副书记为组长 就选举中出现的问题 进行彻底调查 柳明阳不容迟疑地说 此事要快 调查要扎实 如果有问题 材料也要做扎实 还有 由你来亲自当组长 我随时要听取情况 放下电话 赵永胜靠在椅子上 思考着对应之策 如果说侯卫东 没有做工作 那打死他 他也不相信 此事重大 他决定亲自出马 当阎国哥来到办公室 赵永胜尽量露出笑脸 扔了一支烟给他 老阎啊 你现在享福了 住在沙州的女儿家里 阎国哥憨厚地笑着 我女儿在沙州 做批发生意嘛 没有人带孩子 我就跟孩子他妈呀 一起过去帮帮帮 聊了几句家常 赵永胜冷不定地问 是谁让你提侯卫东 为候选人的 阎国哥老老实实地说 是我女儿啊 以前她每次回家呀 都要先坐车到夏青林 然后走路上山 现在呢 客车可以坐到家门口 他就跟我说呀 像侯卫东这样的干部 一心为老百姓办实事 那就要选起来当领导 其实按照秦大江的计划 他原本安排另一位铁哥们 来提议侯卫东 为副镇长的候选人 没料到 本村的代表阎国哥 却在不知不觉中 抢先一步发出了提议 这正是咳睡的时候 遇到了枕头啊 秦大江洗出望外 立刻响应了他的提议 赵永生问了好几个问题 颜国哥一板一眼 回答的是清清楚楚 最后 赵永生只好挥了挥手 走吧走吧走吧 回沙州女儿家 享清福去吧 青林镇选举轰轰烈烈之际 侯卫东则在青林山上喝着茶 看着又臭又长的电视连续剧 选举结果刚一出来 办公室的快嘴杨凤 第一个将电话打了进来 侯大学 哎呀不 应该是侯镇长了 为了选举的事情 赵书记很生气啊 估计很快就要找你谈话 调查组的行动真的很迅速 镇人代会刚刚结束 副书记蒋有才 纪委副书记宁永 就带着三个人坐车直奔上青林 他们从独食村入手 把妇女主任 民兵连长和各社社长等村干部 一个一个找来谈话 寻找着侯卫东操纵选举 的蛛丝马迹 人大副主席肖伟国 则带着另一个组 找上青林的人大代表谈话 县委组织部 人大和民政局相关的同志 则组成调查组来到了青林镇 将侯卫东通知到镇里 对其单独谈话 走进镇纪委办公室 五个人的表情都很严肃地盯着他 蒋有才面无表情地说 今天请你到镇里来 是来了解一下选举中的情况 你要把知道的事情 实事求是的向组织汇报 我 蒋说姐 我不明白什么意思 蒋有才的火气比平时大了许多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你不要在这里装无辜 这次选举 是秦大江和曾献刚两个人 主动为侯卫东做工作 侯卫东还真是从来没有参加过 他们两个人的活动 心里很坦然 同时 他在青林镇工作以来 多次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这让他的心中有不平之气 因此语言上并不客气 既然蒋书记什么都知道 那就说出来听听 如果你说不出 就别说什么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 县纪委副书记李德超缓和了口气 先问了他是从哪里毕业的 在青林镇工作了几年等问题 话锋一转 下面呢 我代表组织跟你做一次谈话 谈话是要做记录的 你是共产党员 要对组织忠诚 希望你实事求是的回答问题 侯卫东很平静 我不会也没有必要说谎 有什么问题 请直截了当地问吧 你跟阎国哥谈起过选举的事情没有 我不认识阎国哥 阎国哥是上青林的镇代表 你怎么会不认识 我才到上青林工作一年多 上青林有七千多人 不认识的人太多了 李德超问了十几个问题 侯卫东回答得简单干脆 绝不拖泥带水 调查工作就这样持续了三天 可是一无所获 青林镇的选举出现了问题 一阳县委高度忠实 赵林副书记代表县委亲赴青林镇 找多位干部谈了话 谈话的最后一个人 就是镇党委书记赵永胜 等到赵永胜汇报结束 赵林说 难按你的说法 这一届换届选举 没有实现组织意图 纯粹是意外造成的 赵永胜对侯卫东是一肚子的鬼火 但是现在只能替他唱赞歌了 赵书记啊 这个侯卫东啊 是1993年 益阳县县委县政府 向社会公招的实名干部之一 到了青林镇呢 他先是担任 青林镇政府 驻上青林工作组的副组长 后来呢 又担任了上青林公路建设领导小组 办公室主任的职务 他参加了上青林公路建设 所以啊 在村干部中啊 很有危险 向社会公招的实名干部 正是赵林副书记的杰作 听说这个意外者 是公招干部之一 赵林林光一闪 突然想起了93年 在人事局办公室遇到的那个年轻人 他翻了翻县纪委的调查结论 既然选举符合程序 又没有人为操纵 青林镇的选举就应该是合法的 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个结果呀 赵林说着 用犀利的目光看着赵永胜 严肃地说 青林镇党委 在换届选举中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没有做好调查工作 摸底不清 导致没有预见性 才会出现这种局面 第二 说明青林镇党委 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 还有待提到 你是老领导了 在选举中发生这种事情 实在是不应该啊 这个侯卫东既然在群众中 有这么高的威信 又是正牌的大学生 这种人才 在镇里却没有得到重用 更没有向组织部门推荐 这里存在着 识人不明的问题啊 听赵林副书记这么说 赵永生面红耳赤的承认错误 哎呀 是啊 这是一次深刻的教训啊 我要向县委 做检查 那么刘坤在青林镇的表现怎么样啊 赵永生的汗水打湿了后背 侯卫东和刘坤呢 都是很优秀的年轻干部 刘坤同志来到青林镇以后 工作努力 很快就进入了角色 是一个优秀的干部啊 只是刘坤同志到青林镇的时间不长 村里的同志啊 不熟悉的 所以落选了 这个 我要负主要责任 赵林从青林镇回到了县委 立刻向调查情况 向祝言做了汇报 在当天的县委常委会上 赵林在会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青林镇的这次选举啊 没有实现组织意图 镇党委 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我建议啊 将封管党群的蒋有才副书记免之 调离青林镇 人大副主席萧伟国就地免之 刘坤同志在选举中意外的落选 属于意外 鉴于各阵班子已经基本配齐了 我建议 由刘坤同志担任青林镇的党委副书记 落选干部 一般都是异地安排 但是这是一般的情况 赵林提出就地安排刘坤的建议以后 众常委的目光 有意无意地集中在了刘均和柳明阳的脸上 他们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常委会原则同意了赵林副书记的意见 会后 柳明阳找到了县委书记助言 朱书记 党管干部是我们的重要原则 两个镇选举出现的风波 我心里很不安的 说明有的基层党组织涣散 有的基层组织在商品经济中异化 如果不严肃处理这个换阶选举的事件 极有可能助长这股歪风 下次换阶或许就难以收拾了 说不定啊 还要出更多的怪事 助言不动声色地问道 对清林阵问题的处置方案有意见 那常委会上应该提出来吗 你的具体意见是什么 我认为应该严肃处理侯卫东 否则以后 选举将会后患无穷 我看了侯卫东的材料 这个年轻的同志 以普通干部的身份 促成了上清林公路的修建 很了不起吗 既然他没有会选等违法行为 我认为还是要给他一个机会的 让他在工作中得到锻炼 是骡子是马 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嘛 就这样 县委书记一锤定音 侯卫东和刘坤 分别成为全县最年轻的副镇长 和党委副书记 当正式任命发出以后 侯卫东独自一人 沿着小道上山 上清林的山上 吹着大风 森林发出海的呼啸声 回荡在侯卫东的耳中